我买了萝卜刀 快递还没有到 现在听说又流行 萝卜枪了 先看视频 第一个是萝卜刀祖师爷 虽然他出刀很快 威力也很猛 不过跟后者相比 真的是略显逊色 第二个是又载1911 俗话说七步之内枪最快 七步之内枪又快又准 他不仅可以空仓挂机 还可以联动回塘 机械感满满 现在左下角小黄车冰点价买他 我去七步之内枪最快 买过来了 两把迷你的萝卜枪 一个粉红色 一个紫色 两个都很可爱很迷你 看看和视频中的一样 看着一点点 拿着手里的质感还是挺好的 这边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四个小机关 首先这一个挡口 它是负责卡住 它不让它回塘用的 放下可以回塘 这个卡口是负责 不让误触发动保险用的 第三个 你正常这样打 是抠不动的 必须手拿在手里 这个卡进去了之后 正式发射 发射的同时 如果你想上保险栓 往下一拉 就上了保险栓了 即使前面的步骤 全部都对了 这样也不行 必须把保险栓扣抠下来 这样 这两个小可爱 这声音 太帅了吧 这个声音很有感觉 而且它来回的回塘 非常滋滑 最主要的 如果小朋友 家长怕这种小枪有危险 这个唯一的好处就是 它不可以发子弹 它就是 像萝卜倒一样 就是纯纯的一个玩具 它只不过是 鬼堂的造型 这样 它只是抠着很帅而已 没有任何杀伤力 因为它里面不放子弹 两个小没有满月的1911 就出来上班了 你猜猜多少钱